探讨活动二之一 酵素活性的测定 检测过氧化青霉的活性 活动目的 以过氧化青霉为例 测试生物体内酵素的活化 活动器材 本探讨活动所需的器材包括 事关两只 火柴一盒 生马铃薯一片 手马铃薯一片 250毫升追星品一个 刀片一片 3%上氧水溶液250毫升 新鲜猪肝5克 细砂少许 研波及厨一组 橡皮管一条 玻璃管一只 单孔橡皮栽一个 水槽一个 活动流程 1. 比较生和熟的马铃薯质酵素活性 1. 取两只饰管 分别置入一小片新鲜马铃薯和一小片煮熟的马铃薯 2. 各倒入5毫升的3%刷氧水溶液 观察各式馆中有何现象发生 2. 比较生和熟的马铃薯质酵素活性 把猪肝与马铃薯质酵素活性 1. 准备两只装满水的饰管 倒叉于水槽中 2. 在250毫升的锥形瓶中 倒入100毫升的3%刷氧水溶液 3. 将5克的猪肝切成碎片 至于盐波内 再加入少许细砂 将猪肝碎片磨成泥状 倒入锥形瓶中 并塞上接有橡皮管的塞子 4. 将所有产生的气体 由橡皮管导入倒置的饰管收集 在饰管内的水被排出后取出饰管 以火柴余境深入饰管中 观察有何现象发生 可证明有什么气体存在 5. 用5克的新鲜马铃薯碎片 取代猪肝 重复上述步骤 并观察气体产生的速率有何不同 问题与讨论 问题一 是写出过氧化金酶 催化涮氧水分解的方程式 答 问题二 生和熟的马铃薯 在涮氧水溶液中的反应 为什么不同 答 生的马铃薯细胞中含有许多过氧化氫酶 可快速催化涮氧水分解产生氧 问题三 一 火柴余境深入收集气体饰管中 有何现象发生 饰管中是什么气体 答 火柴余境会复燃 表示收集的气体为氧 因为氧具有助燃性 问题四 马铃薯、猪肝 分别与涮氧水容易反应 气体产生速率有什么不同 这和马铃薯、猪肝的组织特性 有何相关 答 以猪肝进行反应时 产生氧气的速率较快 因为猪肝细胞内 含有较多量的过氧化体 及过氧化氫酶 五 生物体能够快速分解双氧水 和哪个胞气的关系最密切 答 过氧化体 为立体 六 如果将猪肝煮熟 或浸在强钻中 其结果和使用新鲜猪肝 有什么不同 是解释其原因 答 如果将猪肝煮熟 或浸在强酸中 酵素活性会被高温或强酸破坏 因此 无法催化双氧水的分解 不会快速收集到大量的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